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本期节目咱们来继续分享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师长 奥利夫·P.史密斯少将 1950年12月17日向海军陆战队司令 提交的长津湖战役的报告的下半部分 咱们直接进入正文 12月1日13时35分 我们得到了从日本起飞的飞机的 首次空投 这些空投被称为报德湾 每个报德湾都装有预先安排好的 轻武器弹药、武器、水、口粮和医疗用品 火炮弹药必须单独申请 大约6架C119飞机可以用于空投任务 我们被要求向军申请所需的报德湾的数量 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我们通常要求报德湾少装武器和水 多装火炮炮弹 空投没有能力为出于作战状态的一个海军陆战队 是提供补给 空投开始时 远东空军的总能力为每天70段 随后增加至每天100段 但是出于作战状态的团级战斗队需每天105段 使我们获得一些缓冲的是 我们通过自己的交通工具在道路被切断之前 我们已经在下节雨里储存了6天的口粮和两个基数的弹药 空投一直持续的我们离开下节雨里 在谷土里也进行了空运 必须为普勒的团提供支援 我们必须在那里团集补给 以便为师的大部分力量到达那里做好准备 空投并不是总是准确的 而且由于不准确的空投 我们有人员和物资的损失 但是我们应该非常感谢空军的力量 12月1日下午 第十军的一位副参谋长抵达 给了我最新作战计划的纲要 根据这个计划 第三步兵师将把部队转移至江东 山脚以南约10英里建立一支掩护部队 我将通过该部队的防区撤退 撤退后 我将占领新南西部和西南的一个防御区 第七师将占领新南东北和北部的一个防御区 12月1日傍晚 大约300名被包围的陆军营的散兵进入了战地 他们越过了水库的结兵表面 他们在夜间继续来到 在这之后三四天仍有人员来到 我从来没有确切的知道发生了什么 显然在新兴里聚首的两个营开始向南撤退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海军航空兵的支持 道路两侧各有十架飞机 然后代理团长阵王纵队肯定已经翻崩离析 人们竭尽全力前往湖边 然后沿着湖边到达我们的外围战地 不知为何志愿军并没有向湖面上的人开火 我们后运了两个步兵营和炮兵营的大约900人 我们还剩下大约385名或多或少身体健全的人 我让一名在场的陆军高级军官组建了一个临时营 我们把他们都带了出来 12月2日当天 欧林比尔中校和其他志愿者 在湖上进行了一次非凡的救援行动 飞机提供了空中掩护 他们开着吉普车 经常拖着临时搭建的雪橇 最远到达水库并面四英里的地方 接走受伤和动伤人员 尽管志愿军并不经常向湖上的伤员开火 但他们确实向吉普车开火了 白天 这些吉普车救出了250名士兵 第二天继续行动 但发现的伤员数量较少 比尔被军长授予了杰出服役十字勋章 12月2日 第五和第七团在山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志愿军的抵抗依然顽强 12月3日利兹伯格到达了柳潭里和夏节雨里之间的山顶 然而他和我们之间仍然有敌人集结的部队 他的汽油也快用完了 在一个缓慢移动的车队中 发动机有相当多的空转 无论如何 在寒冷的天气里发动机必须经常启动 所有这些都会消耗大量的汽油 因利兹伯格的要求 我们在卡车车队前精确的空投了汽油 不幸的是他没有要求柴油 后来因为缺少柴油导致了树门火炮的损失 12月3日白天 利兹伯格继续在山上推进 16时30分 我们派出坦克与英国皇家海军突击队员来清理在营地附近路上的志愿军 19时35分 第七海军陆战队团的先前部队抵达外围防线 他们在夜间继续来到我们的防线 第五团在第七团之后干净 在黑暗中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让部队从掩护战地进入道路 当他们距离下节雨里只有几英里时 一些牵引155毫米榴弹炮的拖车涌完了柴油 这使车队停了下来 志愿军用迫击炮和自动武器开火逼近车队 一些拖车被损坏 我们后来派出了一个带着柴油的纵队 但由于拖车失灵 并不是所有的炮都可以撤出 我们损失了18门155毫米榴弹炮中的10门 和30门105毫米榴弹炮中的4门 这些炮被破坏 后来对他们进行了空袭 尽管损失惨重 但是在损失这些火炮的情况下 撤出三个炮营仍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第五和第七陆战团的最后一批成员 直到12月4日中午左右才到达下节雨里 这两个团重新加入使我松了一口气 我认为作战的关键部分已经完成 即使只有两个兵力受损的团级战斗队 我也有信心可以一路打到谷土里 我们会在那里获得额外的兵力 地形并不那么困难 它很适合空中支援 我们的准备炮火一直可以打到谷土里 驻扎在下节雨里的炮火可以打到谷土里的中途 而位于谷土里的普勒团长首席的炮兵 也可以与我们的炮火相配合 在经历了残酷的作战之后 两个团已无法在12月5日继续推进 此外我想确保我们所有的伤亡人员都被后运 因此我的命令要求在12月6日黎明时分撤往谷土里 两个团级战斗队将发动进攻 由第七团级战斗队打头 并配属临时陆军营 利兹伯格在他的纵队中拥有自己的团级车队和失车队的第一部分 第五团级战斗队将在第七团级战斗队之后行动 除了配属第一团第三营之外 其他编程正常 雷蒙德莫里的纵队里也有团级车队和失车队的第二部分 他将继续守卫防线 直至第七团级战斗队取得了足够的进展 以使他能够沿公路出动 车队里有一千多辆汽车 我们携带了两天的挤氧和两个技术的弹药 我们带出了能够能用的装备和包括帐篷和炉子的所有供给品 利兹伯格前进不到两英里就遇到了麻烦 使用最大规模的空中和火炮支援 直到14时才能实现突破 奇怪的是 所有的阻拦都来自道路的东边 14时20分 我用观察飞机和直升机将我的作战指挥所转移到了谷土里 我的电台车辆和参谋人员大部分都在失车队的第一部分 至12月6日18时 利兹伯格已经进行了一半的路程 进展顺利 然而在夜间 志愿军在两个地方冲入了车队 发生了有换战和近距离战斗 我们损失了人员和车辆 不过损失车辆非常少 纵队在夜间继续进行 到12月7日53时分 第七海军陆战队团的牵头部队开始抵达谷土里 第五海军陆战团队直到12月7日才离开下戒余里 莫里在那个地方有相当的后卫作战行动 抓获了200名战俘 他的最后一支部队直到12月7日21时35分才抵达谷土里 从下戒余里向谷土里推进 给我们造成了500多人的伤亡 莫里只有一个可供观察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 第一航空联队长菲尔德·哈里斯 同意在这场简易的跑道上降落他 拥有三架TPM涡轮螺旋桨飞机 12月7日当天 有200名伤亡人员乘观察机和涡轮螺旋桨飞机后撤 然而仍有300名伤亡人员需要撤离 飞行员表示 如果跑道增加400英尺 C47就有可能着陆 因此在12月7日至8日晚上 我们的工程师将跑道加成了400英尺 不幸的是该跑道经常受到敌人的火力攻击 12月8日C47开始降落 我们很快完成了伤亡人员的撤离 谷土里位于山路以北约2英里处 从山的边缘道路曲折的下降到大约10英里以外的占星里 在占星里有普勒的第一营 12月7日 第十军将一个陆军营调往占星里 以换防第一团的第一营 理论上说 从占星里往南的道路是通的 我们下山的计划很简单 但是必须记住 敌人包围了古土里 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纵队后面逼近了 第五和第七海军陆战队团将夺取至一半路程的高地 第一团第一营从真心里向北进攻 占领半山左右的制高点 海军陆战队第一团第三营已归舰 第一团还配属了第三十一步兵团的一个营 第一团将在古土里守住外围阵地 直到车队走完后再干净 由于增加了普勒的车队和陆军车辆 我们车站的数量增至1400辆 一旦占领了制高点 我们就打算上车队下山 在车队经过后 步兵将离开高地并沿着道路运动 车队中最后的车辆是坦克 我们意识到如果M26在单向山路上熄火 或者发生故障 将很难将其清除 在所有这些计划中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志愿军在山下三分之一处炸毁了一座桥的部分 留下了24英尺长的缺口 他们选择攻击的地点是最佳的 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麻烦 在那个地方 四根大管子越过道路 将水输送至下方山谷中发电厂的乌轮机 一种混凝土变电站建在道路上坡一侧的管道之上 变电站周围有一座单向混凝土桥 山坡上的落差很大 桥的一段被炸毁了 绕道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工兵指挥官帕特里集中校 与在谷土里的车折桥部队的指挥官一起制定了一个计划 这涉及在谷土里散将必要的车折桥预制舰 空军在12月7日空投了车折桥预制舰 作为预防措施 在山脚下的占星里也空投了车折桥预制舰 12月8日8时 第七海军陆战队团发起进攻 在山脚夺取了目标A和B 然后他进一步向目标C前进 第五团随后出动 占领了桥纸上方的目标地 第一团第一营上山 并占领了目标1 这一切行动并没有描述的那么容易 有延误和人员上网 桥梁材料直到12月9日才到达桥纸 这座桥于16时15分修复 预计到桥即将完工 卡车纵队已向前出发 当桥梁一修复 前车就准备过桥 不幸的是 另一个阻塞在山下形成 道路从锁到下方经过 这个阻塞部分是由于敌人的火力造成 部分是由额外的清除行动造成的 这个阻塞直到12月10日6时才解决 我们对坦克的担心成为了现实 正如我之前解释的那样 我们将他们放在车队的最后 当他们继续下山时 纵队尾部的第7辆坦克的刹车锁定了 坦克卡在了岸边 绕过坦克或将其推开的努力 并没有结果 更复杂的是志愿军用迫击炮和手榴弹开火 并与车队后面的难民群换在一起 坦克车组人员下了坦克 和在纵队尾部担负掩护任务的侦察连 一起徒步作战 有人员伤亡 最后坦克车组人员尽最大努力将7辆坦克破坏 然后下山 第二天早上 对那些坦克和我们费力修复的桥梁进行了空袭 12月10日当天 试车队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均通过了山脚下的真心里 中午后 车队的主要部分开始抵达闲信 在车队抵达后 空卡车被派去接部队 12月11日13时 试的最后一批人员离开了真心里 不第三时本应该保持真心里以南的道路畅通 但普勒团的车队在水洞区附近遭到伏击 他损失了几辆卡车 有一些人员上忙 不过普勒带着比他开始下山时 更多的车辆到达他的集结地域 他捡起并拖走了一些在陆军卡车遭伏击现场找到的车辆 普勒的最后一批成员 于12月11日21时抵达集结地域 至此试从长江湖水库区的撤退行动完毕 我们后方梯队为每个团搭建了150个带炉灶的帐篷 当部队到达时为他们提供了热食 当普勒于12月11日离开集结区 第七海军陆战队正在丹尼尔苏丹将军号TAP120上船 第五海军陆战队团于12月12日出发 第1海军陆战队团于12月13日出发 全师的装载工作于12月14日午夜左右完成 护航队的最后一艘船于12月15日10时30分起航 从我们开始向西进攻之日11月27日 至我们返回新南12月11日 部队的伤亡情况如下 阵亡400人 负伤2265人 失踪90人 战斗检员2755人 飞战斗检员1395人 多数是冻伤 共检员4150人 这一数据并不完全 因为还有更多的冻伤者正在等待斩别 另据海军陆战队司令向海军部长的报告 10月26日至12月15日期间 共有4418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伤亡 其中包括718人战亡 或者因重伤不治 3508人受伤 192人失踪 此外还有7313名飞战斗检员 多数是冻伤 自11月26日至12月11日 霍华德约翰逊上校的第一衣物营 共治疗了7350名各类伤员 三个步兵团承受了伤亡的大步 抵达马山时只有一半的实力 一些步兵连队只有编制人数的25%至30% 我为陆战医师的战斗表现感到自豪 这是可以理解的 官兵们很出色 他们从山上下来 胡子拉叉 脚痛 体力透支 但他们的精神却很高昂 他们仍然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师 好 以上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第一师师长 Olive P. Smith 少校 1950年12月17日 向海军陆战队司令提交的 长津湖战役的报告的全文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